你们的奶头水比较黑 在马路上喊我是全世界最帅的 你们做YouTube工资大概多少 转 就在4个月前 我们终于达到我们的习惯订阅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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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在YouTube工作室开放Q&A问答 但是由于管制力 我们登登登登登 还是没等到我们的习惯 就当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 叮咚 哪里 事情就是这样啦 事情就是这样啦 大家好,我是阿丁 阿丁 欢迎收看我们的 很高原理的 对,我们终于收到我们的100K奖牌了 老实讲我们真的是等了 这个东西等了 太久太久了 是,因为我们前几个月就已经突破了100K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的等 这个奖牌到了 我们才跟大家拍这个100K的Q&A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是不算 属于我们两个人是属于 所有支持我们频道的观众们 所以我们就等大家来一起开箱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就开箱这个奖牌啦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Q&A 第一题 说出对方的三个优点和缺点 来,我先来 我们先说的优点先 善良 单纯 佛系 可爱 善良 这个优点好像不是很好啊 缺点 10套 还是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这样两个包临中癌 攀刺 不会整理 两个包 使用什么相机拍摄 FUJI XT20 你们的奶头水比较黑 你们跟哪一个YouTuber的感情比较好 其实也没有讲比较好的YouTuber啦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在Dineng的嘛 这种小地方就很少会遇到YouTuber啦 但是有两个就是比较特别细细的呢 就是Inz跟Carson 因为他们就是曾经特地从KL下来 帮我们录制我们的新年MV啊 包括我们写那些歌词啊 来打我们的MV 那个动作啊 这样跳 这样跳比较艳语这样子的哦 但是我们就是从来没有 就真的跟他去说声谢谢啦 因为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太肉嘛 还是很主动的那种人嘛 是啦 趁上来拍影片的时候就顺便跟他说一声 Thank you! 跟其他人合作吗? 这是其中一题最多人问的问题啦 但是其实我们像阿迪讲的我们认识的YouTuber不多 而且我们又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认识人的那种 我们会比较害羞一点啦 所以我们三个就是有打持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在合作方面其实是保持着佛系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强求就缘分到了的话 自然会有机会一起合作啦 我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是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拍影片的 所以希望未来有这样的缘分啦 所以大家就继续留守着我们的频道 耶! 几时会议再拍下一首MV 现在! 开始的清醒交谈 入味平淡望远欲穿 等不到你的晚安 全都与我无关 出文在几时 来你先讲 昨天也九年 去年了啦 诶!等下!等下! 我几时毕业了 我几时毕业了 凤范应该是18岁 90岁 咦?你跟我一样 我也是在19岁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你别人家又有文 你别人家又有文 你等下来文 然后出文几岁 啊! 这时候没有 好开喔 太单身 觉得谁会先结婚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吧 是! 不是你喔? 我跟我女朋友的时间 还蛮久的 就是 8年 然后曾经就是有一些观众 就是message我 就是 诶!Etica你是不是 秘密结婚过了? 因为他也是看我 跟你朋友很久了 好吗? 是不是? 答案是 我以为那个小妹妹 爹地是你的女儿 对! 我的女儿 带来给他试试试 请问你 嗯 嗯 我打算 五年多 五年啊? 我少少没有跟你一样吧 OK吧 我也是 30岁了 也是刚刚好 可以公开女友照片吗? 没有问题 我们放在这边 我们去我们的ID 还有他们的ID去看 然后Jasper 请回我放这边 嗨!嗨! 嗨! 嗨! Jasper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这题我还帮他回答 OK 所以Jasper 他之所以没有女朋友 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 不是很自信 也不太会主动 所以他作为一个女生朋友 然后很多人 就也是拍拖了的 或者是结婚了的 所以呢 他一直没有那个女生的缘分 你知道吗? 唉 这样子就要靠你们大家了 Inbox啊 我们把他的IG 放在这边 你们哪里来的钱 你也拍一次的视频 难道是隐藏富二代? 哦!不是! 哈哈哈! 如果我是富二代 我就不用打两个工啊 YouTube又在做工 其实 我们频道的钱 很多都是投资在吃 就是我们赚到的钱 很多就是在用回我们的体材上 例如那些海底捞啊 Cheese Fondue啊 一百片鸡啊 一百片鸡 一百片鸡全部都是钱到完 你们自己本身喜欢哪一个系列 所以其实我们频道大多数都是吃的啦 所以只要是吃的我都喜欢啦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 满足自己欲望的那种 就好像那个Cheese Fondue啊 一百片鸡啊 还是那个大巴铁盘的那个石包 我都喜欢 如果给我的话 我因为我是比较爱玩的嘛 我就比较喜欢去 explore多一点的hotel啦 所以是不好的hotel 可是我还是很相信 因为可以去很多国家 去看个商场的酒店 你至少可以去外面玩 是 一边玩一边做工钱也是很好的啦 印象最深刻的企划 OMG 这个真的改 因为印象最深刻也是 你本人也看不到 因为是真的是改不到 不是改不到 改不到 Edit不到 就是太改了 就是这个影片很多意外发生了 给你们看一个非常小的短片 就是我们发生意外的一些片段 这是一部关于野外过夜三天的挑战影片 所以我们刚刚到山里面 然后呢 你知道遇到下雨哦 本来是打算做一个开口的 可是 哇 现在我们只能快找一个地方遮鱼先 走 Bucky 哇 一边有很多哦 你看 哇 擦掉 很多水智 牠们会爬上来 很多 你看牠们会爬上来 哇 把我放进嘴巴那边咧 看牠们水智 放得掉 看Bucky Bucky 哇 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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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吃草吗? 你们可以在马路上喊 我是全世界最帅的吗? 我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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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里面多一点CP互动 我想请你 我开心 却飘过去 还窃心 你 没法选我 躲在着我 忙着快乐吗 这感动总是 artic后脑勺的吧 是怎么回事 来 自己跟大家讲 这个啊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是讲我的发型师 好像不小心满 踢到其实不是 不要入围发型师 ok 这个东西是以前 我去打篮球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 敲到马路旁的 有一个石头 这样东西 就直接破开 到时候就订阅12生啦 这减进医院选流到满地 想到全部人,全部人都拱去那种 还好没有事 变拱一点,有参道的参道 参道啦 你们做youtube工资大概多少 能cover拍影片费用和三个人平时生活费吗 其实不能啦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youtuber都是赚五位数 可是其实都没有 那个会比较难啦 要很多的youtuber才能啦 youtube的收入有时高有时低完全是要看那个时候的view啦 然后就好像现在我 因为不能cover生活费只想去打 but I'm going to be a PhD 很难找到工 ioutube就是有在一个café剪职的 是我也是做一个bystar这样子 就来cover生活费咯 然后Jasper跟ioutuber 白天有做一个full time啦 所以晚上才回来剪天 其实他们也是蛮累的啦 因为我们youtube的人 就算是赚到钱也是要出三个人嘛 然后大部分的钱其实都投资回在那些题材上面啦 所以我跟Jasper就是真的是要去做一份阵子才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我们也是没有把那个youtube抓起来排在第一位啦 当作是一个兴趣啊 这样跟朋友一起玩啊一起去吃东西啊 影响观众啊 这样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分子 长久进行下去咯 因为如果为了起来拍影片还是走不久啦 为了那种喜悦 为了分享给大家看了才能走得很久 是不是 any plan to add english subtitle to your video oh this one no problem 哎呀 you know啊 our english family talktong one if you want to see our english channel wrape google啦 wrape google wrape google you can open english channel 叫you啊 sorry channel啦 channel 可以公开你们三个小时候的照片吗 来我们放这边 粉丝名要叫什么 就是我们就是有在IG问过大家啦 希望我们的观众名字叫什么 就给他们自己去写 然后我们就看大多数的那个答案啊 都是叫小鬼们 是所以我们同意了一下 所以就是我们以后的观众我们就会叫你小鬼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蛮好玩的啦 还是有点搞怪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名字的 所以小鬼们谢谢你们爱我们 你们可以一个星期上两个影片吗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呢 是还做不到两个 因为像前面讲的 其实我们三个是有自己的工作啦 他们连一个星期一直 他们都会一直check 一直check 你们会不会的东西要好 他们就会一直 一见不合又一见 如果一个月出八只了 乱啊 爆啊 除了挑战类的影片 谢谢你们将来或以后会拍怎样的影片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会拍一些开箱的影片啦 然后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啦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 看我们不能跟人家合作再拍一些节目啦 这些 你会来想多的事情 然后给我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外国 我们可以去外国吃吃吃 玩玩玩喝喝喝 然后开箱给大家看那些 安心的酒店 你们今年的目标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达到200千的订阅啦 但是距离 今年玩的好像还剩下5个月罢了 所以讲的很大的困难过啦 是哦 所以可是我们还是要把目标放大一点啦 如果这样半50k的话 我们就觉得太难度 没有那个动力 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的目标 冲一个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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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一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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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对粉丝说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呢 我们就是真的还蛮感恩 我们的那些小朋友们 就是对我们还蛮好的 因为每个留言其实 几乎大多数都是 比较正式或支持我们的那些留言来的 是啦 我们的留言会比较少那些 酸言酸语 那种 negative 的留言啦 还有那些就是 就是关注我们很久的那些观众都知道 其实我们的channel的业配 就是算还蛮少 因为关于业配方面 就是我们还蛮谨慎筛寻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钱财真的是身外勿报 我觉得一个channel 我们真正比较注重的 还是观众的想法 还有影片的内容 因为我们在业配影片的下面呢 就看到我们的观众就是 替我们开心的 来想我们 诶我们有业配耶 而不是那种 好像 哇GG 你们重业配喔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还蛮感谢的啦 所以趁着这个Q&A的机会 真的是要谢谢大家 这一年来的支持啦 然后希望就是 接下来就是 不会让大家 希望我们可以 也做也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 订阅按照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还有追踪我们的IG喔 所以我们去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